来这下面还有夹头鹰 夹头鹰你们为什么敌视黄汉 我要质问你 来挂着六级狐狸时的粉丝灯牌 来 你要质问啥 我 我想跟你那个就是说一个事 就是 前几天我听就是 就是你们就是有一个主播 好像是骂黄汉的 那咋的你是黄汉你不乐意了 对 不不 那个 你别不是了你都对了 那你接着你先说出吧 我其实我就骂了两句 那今天你们既然想开辟的话 那你出来来我听听你观点咋的了 我第一次就是 就是我觉得就是 你们可能对这个黄汉的理解有偏差 你上来给普及来了 哪个点骂的不对 你直接反驳不就完了吗 就是那些 那些要求这个 这个 给汉族优待的那些人 他 他不能算黄汉 只能算是极端民族主义 啊 极端民族主义 那黄汉是啥呀 黄汉就是 他本来指的是 就是推翻清朝那一批就是 呃 呃 不是现在清朝怎么在现在清朝余孽还在啊 不是他们是在民族民族革命的时候的那一批人 然后后面就是 呃 不是啥 你这意思带这个词不不准确了 还是你们这些搞民族对立的人不准确啊 我我说的这个本身就不是民族对立 是因为是就是本来就是一个进步人士的象征而已 啊你黄汉是进步人士 啊对啊就是你如果在你的认知里面黄汉是真正那个进步人士的话 那你不要被那些少数的在中间想操控民族对立的人去操控 我 明白吧 你别出来你别出来拉偏价了 你这属于拉偏价 我一直说这个就是你们如果骂的话 那个可不可以换个词 我我感觉是 就是侮辱 那人家打的是这个旗号我换鸡毛词啊换词啊 再说哪个什么黄汉是进步官方承认的啊 你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啊 但是我们那部是这么叫的 你们那部这么叫的 你们对少数民族啥态度吗 我听听啊 啊 中华民族和五十六民族是啥概念 你给我讲讲啊 我就是我们都是 肯定都是肯定都是一家人啊 那肯定是一家人你出来去逼一鸡毛呢 我们讨论的问题不始终是人家觉得他妈的少数民族那个东西不该有吗 不该有特殊邮带不该有这个不该有那个吗 说你了吗 你凑鸡毛热闹啊 啊 啊 那讲话我说不好听 那个这个话题没爆发之前 人家光光跟着他们针对少数民族 光光一顿跟着挤兑说你哥你干你妈去了 你怎么不去李中科你咋不去跟人掰出去呢 你妈比人家这边针对那边极端人士出来说两句话的时候 你出来拉上家你拉鸡毛家你干啥的你拉家啊 你自己没点逼书吗 我那个我那个 你叫哥我不骂你了你叫爹今天我也骂你 人家人家出来这话题带了讲话带了他们好几年你早干你妈去了 我我我这天有说过他们呀 你说过他们你有效果吗 有效果吗 现在出了你要如果说过他们你也觉得他们说的话太极端的话 现在出了友军了你逼你妈逼你 你朝他们友军逼你啥呀 你我你这么说的话我不是友军吗 我不是针对的也是这帮群体吗 我打个比方吧就是有人不是 有人不是那个把你们说你们爱国贼吗 那怎么的爱国还得成贼了 就是有有人就把那个爱国这个词污名化了是吧 所以说就是是我污名化的吗 你确实有这样的人 我问你是我污名化的吗 不是 不是我污名化你跟我说你妈逼爱国贼呀我说的呀 所以说就应该把这个概念给澄清一下 跟谁澄清我给你澄清你他妈是干啥都给你澄清啊 我弟子说就是我现在就是在想澄清一下这个概念 你澄清你妈逼我我我说了吗我问你啊 就现在我问你有没有搞黄汉的这个这里面这一帮人里面 就我姑且算你民族自豪哎 我们大汉也好啥黄汉也罢我姑且算你存在合理 现在里面是不是存在极端的人了搞民族对立了吧 就针对少数民族了吧你是不是应该冲他说话呀 于情于脸啊 也是啊 那你是你出来跟我说鸡毛 我不是你有军吗 但是他他这个时候把所有这个称号的人都打翻了 人家没打翻的人家前面捧着说的呀 人家聊得真我也是黄汉的黄汉不应该给他们以汉族为主啊 黄汉是以民族为荣耀以汉族为主是搞民族对立 你这里面存在这帮少数人群的时候 你不冲这帮少数人群挑坏的说白了 你群体当中的这个张玷污的这个分子 你不冲他说话去 外面说说这些人不对的时候晚你还得出来给棒呢 你是你妈逼你是什么群体啊 啊 我不汉族啊 你谁承认你你是干鸡毛的你是啊 还你们这帮人 你们这帮人明摆着不敢拉偏价呢吗 说白了高考是他妈差三分是给人加三分加二十分你是差那点吗 你现实考他们职业职业大学你去选他妈那个大专你都考不上选手给你加二分鸡毛你能进他们精华呀 我个人认为这个啊 这个加分政策是是是是比较好的因为 比较好的你不跟他们去信息他们不说他们给少数民族特殊照顾了吗 你倒不跟他们说你跟我说鸡毛啊 啊 装鸡毛傻呢 跟那 说话 问你装鸡毛傻呢 啊不是我 啊 我也在跟他们说呀 你跟他们说那你上来质问我干鸡毛啊 我们说的不对吗 我们针对他哪伯人你自己没人逼住吗 想扣帽子吗 啊 想扣帽子吗 我们针对所有黄汉了 说这我们针对所有以汉族以大汉江山为为为为为为容的人 我们针对所有这些人了我骂人家了我们我们支持啥了 你告诉我啊我们观点是啥呀 啊在你上来讲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观点啥你的观点是 我们以汉族为主有56个民族汉族居多 是不是 然后按比例上讲汉族占很多所以说我很光荣我叫黄汉 像皇家皇家汉族一样你觉得自己挺有病行 那我们说啥了你针对啊你告诉我 啊 啊 啊 我只是反对就是我只是反对你们用这个词骂人在在在 别的我在没没什么时候说到的 就刮到你了 那意思你是你设黄汉刮到你了你啥立场啊我听听你对少数民族啥立场啊 我觉得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个这个重新定义你既然是其中一分子你都不提五个道听途说的人 黄汉是以汉族 汉族 汉族为主 汉族为都大多数的人 我很自豪的一种叫法 不是汉族多牛逼 其他少数民族啥也不是 我们叫中华民族 具体叫法应该叫中华民族包含了五十六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文化的瑰宝民族传承下来到今天的文化明白吧每个民族都是值得尊重的这些少数民族作为少数群体你要让他在社会上更容易生存更容易开枝散叶这个文化才会传承的下去才不至于说我五十六民族过着过着剩他们五十个明天过过是只剩一个族了明白吧这才证明你国家的兼容性每个每一个民族都可以 民族都能活得好所以给少数民族特殊加分特殊照顾能让在同样近乎于同样卷或者同样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当中能让他们活的相对来讲比别人轻松一点让他们能够开支散叶繁衍得下去这叫中华民族的精神你妈比你黄汉是啥呀黄汉是啥呀按照传统的定义来话这个汉本来指的是全部中国人这个汉族只是其中一部分那你那那指全部中国人的时候 原本你们这圈子里面出现一帮傻逼指他们指维族指满族指他们各种少数民族是你合计计谋了你出来你去编制他家你唾骂他家你低了你个B养身份证你去举报上抄妈呀你去干去啊你这么有正义感你这么愿意站出来你早合计你妈逼你现在我们作为我们作为你的友军方向出来说黄汉不等于这个啊你别他们搞民族对地这时候你让我们收声啊你挂你妈黄汉就不行操你吗你早干啥去了 你心里默认了我知道你知道这种事我肯定也会说的你低了你什么人去报警了吗黄汉当中少少少带民族对地的这些人对不对你去报警了吗你上来给我装鸡毛理容课乐山大坊勾起来你做得了吧你去报警了吗 你去举报了吗煽动民族对地知道民族对地去了吗你啊你不拉偏价吗拉偏价我不打你吗帖子我是打不过你吗在我眼里红名全是怪你多你妈逼啊要不就你们群里面能掰扯上来掰扯上来装鸡毛理容课啊你带黄汉就不行你说我这不行不行咋的了骂你啊臭你妈的废物那我那我回去那个他把他们举报了滚 啊好看我谁来